盘点格斗史上的十场经典推法KO 每一场都是深度睡眠 首先第一场 彼得格雷厄姆KO魔童巴德哈里 这一脚直接让击拳传奇巴德哈里被救护车给抬走 可谓是其职业生涯最惨烈的一战 第二场巴德哈里KO斯特凡莱科 身为一代击拳传奇 魔童哈里自然也少不了漂亮的KO 一记经典的回旋踢直接送对手进入深度睡眠 第三场 蜘蛛人KO维托贝尔福特 UFC中量级传奇蜘蛛人 全身上下都是武器 第四场 空手道高手丁田龙泰KO维托贝尔福特 第五场 第五场 马拉特KO黑人选手 马拉特KO黑人选手 第七场 战警米尔科 战警米尔科 握上心 巅峰战警米尔科 左腿腰刀 吸谁谁倒下 第八场 刚扎哥KO战警米尔科 正所谓出来混是要还的 米尔科的左腿KO过对手无数 而这一次他也尝到了被高扫抱头的滋味 第九场 巴西腿王巴巴萨经典回旋踢抱头 这一腿非常致命 第十场 雷米KO属太郎 尽管身为日本第36代横刚 但属太郎在搏击擂台上却从来没有赢过 职业生涯全败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